在鹿岗有一位27岁的唐氏正患者 叫做韦韦 她在妈妈的帮忙之下 学习编织打包带 那么现在呢 她在鹿岗老街摆摊 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自食其力 韦韦的妈妈呢 原本只是想辞掉工作 回家来照顾孩子 才接下手工艺 或代工品等家庭代工的工作 但是为了家技 常常忙到晚上10点钟 那么韦韦看到了 就很孝顺地主动说要帮忙 所以妈妈也跟着教她编织打包带 最近他们还进驻鹿岗桂花巷 艺术村摆摊 而韦韦从一窍不通 到现在已经能够正确地找钱了 这也让妈妈觉得很感动